Hi 大家好我是小娃 今年夜十一二三的调查显示 YouTuber为社会新鲜人梦幻工作的第一名及第三名 想当YouTuber首先必须有一套强大的剪辑软体 小娃今天就来分享这套一站式剪辑软体 Hippo Edimaker 我们先到Edimaker官网看看 剪辑软体该有的功能Edimaker也都有 并提供大量素材让使用者轻松运用 操作上非常简单 基本上看到选项就知道怎么使用了 Edimaker更加上许多其他剪辑软体没有的AI功能 像是AI智慧撰稿 AI自动字幕生成 AI智慧抠图 AI音频剪辑器 文字转语音及语音转文字 一方面降低剪辑影片的繁琐 同时大幅增进影片产出的效率 功能这么强大的Edimaker有三种方案 月角580元 缅角1180元及一次性终身方案1980元 小娃剪片当下搭配优惠折扣 终身方案只要1664元 该怎么选应该很清楚了吧 聪明的就懂 每种方案都能使用完整功能 差别在于包含的AI点数不同 各项AI功能的使用上限也有所不同 AI点数使用完毕可以进行加购 如果购买后不喜欢 HIPPO保证30天内可退款 并提供强大的每周7天 每天24小时技术资源 永久免费更新服务等 接下来小娃一边操作 一边示范Edimaker的强大功能 录制荧幕功能 是电脑教学类影片的必须 Edimaker直接自带 点击录屏 总共有四种模式 这边示范选择应用 来录制特定程式的画面 选择要录制的应用程式 Microsoft Word 点击录制 录制完成后 点击剪辑视频开启剪辑工具 会录刚刚录制的影片 加入到时间轴 裁切不要的部分 我们可以点雪花 加入镜子画面 来强调某项操作 加入一个动态的箭头贴纸 以及教学文字 加入转场特效 刚刚录制画面时忘了录声音 不要紧 透过文字转语音 自动加入声音及字幕 接着对教学片段进行微调 连加入双语字幕都这么轻松 开启word后 可以看到很多范本 完成后会出影片 进入AI智慧撰稿 选择脚本灵感 选择语言语言 输入希望AI产生的阻止后产生脚本 开启AI影片生成器 将刚刚产生的脚本贴入 调整不要的部分 点击自动匹配 可让Eddie Maker根据内文自动抓取素材 也可以自己准备好素材添加进去 打开语音就会自动配音 选择字幕样式 更换背景音乐 从合成预览看起来没问题的话 可直接导出 或点击右下方高级编辑进行微调 裁切配音中间空白的部分 避免有种停顿太久的感觉 将配乐音量调整为50%或更低 让配音更清楚 为了避免影片最后有种断得太突然的感觉 将配乐最后的部分加上弹出 最后一个片段加入出场剑影效果 补上刚刚素材下载失败的部分 片段与片段间也可视情况 加入转场特效增加流畅感 汇出影片就完成咯 使用AI智慧撰稿与影片产生器就是这么简单 EddyMaker功能实在太多了 没办法一一介绍 小蛙列出几个常用或特别的来示范 EddyMaker提供非常大量的素材及特效 其中有不少在其他剪辑软体都是要付费购买才有的 若人觉得素材不足 EddyMaker也可直接下载Pizzabat Unsbrush与Giphy的素材哦 如果在YouTube或其他网站找到想使用的素材 不用再去找圈圈影片下载器 EddyMaker直接内建 点击影片下载 将连接贴上 选择要下载的类型及格式就完成了 将影片导出 之后这素材就可以重复使用了 YouTube鼓励二创 但还是要注意以不违反YouTube合理使用为原则哦 用前面电脑教学类影片的例子 选举声音 右侧除了音量 弹录弹出 还可以对声音进行降噪处理 轻松把原本的配音改成男声 开启word后 可以看到很多范本 女声 开启word后 可以看到很多范本 或儿童声 开启word后 可以看到很多范本 变数部分可调整说话速度 勾选保持原声可避免加速声音变高的情况 EddyMaker如此强大的功能你心动了吗 只要到EddyMaker首页 选择Windows或Mac版本后 点击免费试用就会开始下载 再从浏览器右上方的下载 点击安装档 安装完成后就可以开始使用EddyMaker哦 最后小娃要再提一下 经营YouTube频道不只是影片剪辑而已 还有许多技巧需要自己去摸索 不过Hitpop EddyMaker的一条龙是强大功能 大幅降低入门曲线 提高创作效率 让Hitpop EddyMaker帮你搬开成为Youtuber的第一道路门专吧 今天Hitpop EddyMaker的分享就到这边 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讨厌和探讨 随着研究的深入 考古学家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奇的机关和机制 这些机制被精密的设计用来保护金字塔的秘密 他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布满了复杂的迷宫和谜题 需要巧妙解开才能找到真正的秘密 最后 一位勇敢的考古学家突破重重难关 成功解开所有谜题 发现了金字塔背后真正的秘密 原来 这座金字塔是一位古代智者为了保存珍贵之石而建造的 他将他的智慧和知识寄托在金字塔内 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找到并传承下去